有沒有翹著說翹呢 有翹喔? 是新雷克 有出了嗎? 有沒有出來了? 哈囉,我是坦白玉學 今天要來拍一部世界上第一部影片 就是139 你不用去拆這個 風液蓋跟風扇 就能徒手拿簡單工具 更換發電機皮帶跟那個 冷氣皮帶開始 首先,皮帶規格這樣 這個地方 這裡 5PK就是5個鉤 就是5個鉤 5PK有個鉤 然後8-6應該是寬度 6PK就是6個鉤 那我們這次選擇使用空體的 但是空體有的是說 有的是有環保材質的 但是我是覺得還好啦 也不是很貴 好,先放著 然後因為齁,這個機械式的風扇 就是正常你要用兩支 那個下去 把它撿起來的時候 這個轉起來,拉起來很麻煩 所以我就發明了 這個部分,我們要從這邊 有個 油壓頂桿的部分壓進去 之後取出來 然後最主要是發電機的部分 發電機皮帶 要更換這樣非常不好換 因為發電機的皮帶 是在這個的內側 就是風扇這邊 然後我就發現怎麼繞 看就知道 首先拿16號套筒 這裡 進到下方這邊 有一顆螺絲 我這樣拍啊,但是可能會點 那個畫面會點檔看一下 這裡 套上去 反向的 來喔 手就這樣縮進去 我沒有試過啊,但是我想說 這個DIY影片齁 再拍,拍點不一樣的 好,套上去了 仔細看喔 是不是打開啦 之後皮帶放鬆 移出來,再來,好 放開 工具拿掉 然後這一條的部分 你從這邊 繞出來 前面這裡 取出來 這樣就好了 很難拍 但是嘗試拍看看 你看 是不是就出來了 皮帶這樣旋轉好出來 好 有沒有翹著刷翹呢 然後這裡的部位 就這樣繞 像在變魔術 不翹喔 先比對 看那一樣長 因為舊的編到這個都 看不到了 那個5PK883 奇怪 可以啦 一樣長 好 拆其他一條 好,再來這一根先拿起來 看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裡面這邊 這一條皮帶 你就是要把它移出來 這一條最難拆的 他是這樣轉的 鍋輪推進去 一樣 你進來看一下 這邊 然後皮帶怎麼繞 你要先記好 這個部位 因為很難拍 唉唷 我都繞什麼東西了 你看這個皮帶都歸裂了 有沒有 好 我們縮小 然後這個裡面就基本上很難 很難拍啦 就是 我們要拆 這一顆 唉唷,這樣看不到喔 來試看看吧 套筒伸進去 這樣進去 這個看似很難 但是這邊 還蠻簡單的 我們這樣補光 卡好了 那個燈 掉進去啦 唉唷,結果那個 為了補光給同學們看 這個電燈 掉到裡面去 真棒耶 你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啦 好,先不管啦 我們這個 已經 掉上去了 接下來往下壓 好 要壓進去囉 壓進去皮帶要動囉 這是最難的 好,沒關係 來 壓進來 嘿對 再來拿一根這個 先把皮帶剝掉 皮帶剝出來 只有一隻手很難用 剝出來之後放開 好 放開 好 再來 皮帶鬆掉了 工具可以拿下來 完全 看不到裡面 沒關係 皮帶都放鬆了 放鬆了之後 來 拉下來 它這個風扇怎麼繞呢 等一下 下面的皮帶 我們就伸手進去 把它這樣 放出來 之後 後來這個 皮帶剝完之後 你就從這個縫隙 慢慢 剝進去 好 下面也是 它就繞出去 就可以拿出來 這個是保養學 太久的 換皮帶方法 這邊再繞出來 來喔 拉出來了喔 這邊下面有楓葉 你要 進去 這樣子剝 但是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 保養學要這樣換 因為我很拚 這樣的話 它這邊 它就能慢慢出 歷史性雷克 不錯 有沒有出來啦 有的說有 繼續 這畫面很難拍 你後來 這隻我撿起來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 你仔細看喔 這裡 我有用個 插銷把它插進去 插進去之後 這個就能拿出來 然後你來看一下下面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那是否很簡單明瞭 這樣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 裝心繞皮帶 來 UBTU 取出 這個號碼都不見了 然後你看這邊 這個 龜類沒有換的話 很危險 好 手腳並用 然後 長度確認 對阿 車身號碼下去抓 基本上 不會錯的 好上車 選擇一下這個角度 重點 我們要 皮帶繞進去 這個風扇裡面 所以 來 就要這樣進去囉 這個要考驗智商囉 因為我們要配在裡面嘛 所以這邊要繞到下面去 所以 這個部分我們就從 這個風扇的縫隙 慢慢的 下去 下去 這邊也是 就進去 智商大考驗耶 中間才贏 吞雞蛋 吞進去啦 下面進去之後 這邊 你就可以 繞到風扇這邊 好 它是不是就配到內圈啦 對不對 會成功嗎 哇 這個到下面去 你看 皮帶是不是要進來啦 這個時候 運用你的小手 拉開 這個 你就 這三小 用這個 手感慢慢配上 喔 皮帶怎麼繞要記住 上面這個掛先過去 喔 那個骰就這樣在照很難拍 好 進去了 喔 這個皮帶人家繞很注意 看都沒有 有沒有看到 喔 繞進去了 喔 上面也是 好 換邊 這邊 這個趴出經典不太簡單 對啊 有沒有 縮小啦 喔 這樣繞這樣繞 喔 好 然後之後 工具放進去 那一根插銷就可以拉起來了 來 工具放進去的 喔 看一下 好 後來往下叼 它裡面 喔 那一根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下來了 好 來 喔 你大概用力壓一下 壓下去 放鬆了 這次拿起來之後 然後你這邊 你就可以慢慢放鬆啦 放鬆之後 工具 就可以扯出來啦 屌勒 伸手進去 好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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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警察披帶鍋 看有沒有要繞進去 看一下 有沒有 有站嗎 這邊 還有這邊 對比較清的 下面這個鍋 包括 前面那裡 上面這邊 這個縫隙這裡 有啊 好 還在這裡 旁邊 來 進來 哇 我讚嘛 所以大同學 拍這個影片就是說 這個是外面客男士 你如果皮帶斷掉 你就可以 不用特工下去換 好 接下來掛旁邊那個 旁邊小皮帶就很簡單啦 這樣摸進去 置習慣朝這樣 來喔 這個整個很簡單 前面 你把它勾進去 這邊後面可以先勾 好 然後 再來 這個 皮帶來上面 它上面撥進去 撥到底之後 這個用手感 瞬間 這個對上了 這個也對上了 好 工具進去 也是往下壓 皮帶放進去 工具瞬間卡上之後 你就 壓嘛 這個 它就會撥 它就會撥 背勁千辛的骨 終於進去 來看一下 這個勾你要全部都進去 包括 裡面的部分 這樣子 下面這個鍋輪 這是我現在都打平常要想打一打 不然基本上對話說起來還好 好 工具拿下來 就是這個燒 這個 要去買 有一種 只有L型 16號的 我覺得才好用 因為這個東西 它這個裡面內圈 這個工具 它這樣的 轉向太少 正常裡面還有 多六角沒 的話比較好 你差不多差一點點角度 在那邊搞老半天 完成啦 最後再Double Check Double Check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勾全部都進去了 換邊 這邊 全部的勾也進去 最主要是中間這裡 它發動之後 它就會自動歸位 好 四車走 世界第一機喔 我說第一機 好來 漂亮 沒聽什麼怪聲就成功了 然後冷氣打開 先吹一下 DiY就是這樣 你可以用 不按照SOP的方法 然後自己去克服困難 因為我就是在看 不要吵 我就是在觀察 那個有風扇 有那個空間可以繞進去 這個圖瓦鍊的方式 是很克難式的 你會在荒郊野外 皮帶斷掉的話 沒有搭那多工具 搬工出去我就可以上啦 油門吹一下 出去看 很小心喔 跳一鍋 你可以看到 這裡要跳進去 然後這邊 這邊剛好 關掉 來 你看原本配好的喔 你發動它就跳高 所以要注意 你跳高你如果沒有注意的時候 手就有 它不會馬上後來 皮帶會磨損 不然回去 你就整齊了 再用工具把它轉鬆 搬進去就好啦 我們再看 有沒有 所以這要非常提注意 好 直接進去 這邊瞬間調整好 這邊用長套筒 短的我覺得比較好 所以要去買那個 簡單型的 會比較OK 要不然它會卡到水管不好用 好 好 再次發動 啊這個是克難式的 第二位做法 出去看 是不是進去啦 所以這個查音觀測 你要非常注意 看這邊 看這邊 這邊 這裡可以 怎麼樣 不錯啦 可以大廚 好 好 自己修了冷氣 很有成就感 怠速慢慢爬下來啦 關機 那 把同學這個 免拆楓葉 免拆楓葉蓋的 這個部分 分享給大家 這個是用在那個 備而不用的情況之下 全部就要記得 訂閱版本 你記得教室 DIY都有風險 你在拆的時候 手要非常注意 如果方便的話 就是用正規方法 會比較OK 分享給大家 謝謝 收尾一下 因為我們DIY的話 就是要特別謹慎 Double Check 再Check 安全第一 DIY有風險 東西都收好之後 謝謝